欢迎收看标误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 一个礼拜的开始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如何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从上个礼拜大涨 加权股价指数创下近一年的高点 今天台股还是可以有办法 去摆脱那种 所谓高档获利调节的那种氛围 指数再度是开低 然后慢慢往上拉高 为什么 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 今年今年很多公司的大老板心态都很偏多 那今年的景气 已经跑在你们所不知道的 这个复苏的一个路上了 你从面板 你从PC 他的提早清户存 一直到黄仁勋 他所拉出来的这个 挥达旋风 各位 不是说单单纯纯就是AI 或是挥达这样子而已 你们所面临到的是一个 这个股价已经 开始领先反应了 你们看到景气不好 你们看到有很多 比如说之前 甚至一些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 这些非经济因素干扰 这个东西 其实你发现到说 怎么每次出来 这个股价都打不下去 那当然黄仁勋这个挥达旋风 更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他所宣示出来的 他所表示出来的 就是一个未来 一个独特的产业 应该这样讲 他领先走出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不景气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未来接下来有很多 会从这个挥达相关的 这个族群当中 去慢慢去衍生 那你看台北股市今天 这个盘算很健康的 上市上跪加起来 上涨加速是远远大于下跌加速 指数只有小涨 只有小涨几十点 可是上市归加起来 盘中一度超过1600家 上涨的 这个行情真的要好好把握 好 第二个 现在再开始公布 五月份营收了 我们举个例子 2402的一家 有没有 这个每次都是 几乎在最近都是 先公布营收的 上礼拜五跟各位也讲 他算先公布营收 礼拜五拉一根涨停 今天再一根 你看这个平台突破之后 直接两根涨停板 这真的是千金万马来相见的 一直穿云剑的 一直穿云剑 对不对 所以我上礼拜跟各位也讲 你等到他这个地方突破上去之后 可能就有一些利多就出来了 你能够提前掌握利多 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等到涨上来的时候再去解释 哎呀 怎么样 怎么样 来 我讲一档股票 我说这档股票 是过去很差 今年没有很好 可是今年绝对比去年 那么低的 那么差的机器 它的成长幅度一定是非常惊人的 我讲的是什么概念 我讲的是演唱会的概念 有没有 上个星期 我还是跟各位开玩笑 我们小编还蛮可爱的 笑我 鸟巢鸟龙分不清楚 说真的啦 说真的啦 Who care 我管你鸟巢还是鸟龙 你不用管我 到底鸟巢还是鸟龙 你只要告诉自己 解封之后 连全球最落后的两个地方 大陆跟我们 都已经解封了 那你觉得这商机有多大 最近的旅游股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最近的旅行社不是这样子吗 那这个股票 我说你根本不用去追 我说他在 一百块钱这个区间 一百上下这个区间 固定的啦 股票他有一个模式 就是一百块上下的时候 因为有交易的这个 这个所谓 那个ticket的 一个特性啦 因为一百块钱以上 每跳一档是五毛钱 这个各位就知道 那一百块钱以下 他就一毛一毛跳 就是一百之后 九九点九 九九点八 九九点七 可是上了一百之后就一百 一百块五毛 一百零一块钱 这个你看好像觉得 不懂的人好像不知道 可是真的懂的人 你当冲的 你一档 一百块钱以上 你一档就能赚钱 可是你一百块钱以下 你要五档 四档你才能赚钱 因为你跳五档是五毛钱嘛 可是你到一百块钱 你只要跳一档 就是五毛钱 那对于当冲 跟格尔冲 这些人来讲 就做短线来讲的话 这是他们一个怎么样 很喜欢的一个战场 冲进冲出 冲进冲出 所以一百块钱上下 这样有时候 你看到一百啦 这个一百零五 甚至又是冲到一百一 可是过两天 可能又打打打打 打到一百 甚至打破一百块钱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震荡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 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 因为这是震荡区 你要管的是 这个东西 它的题材 到底你认不认同 那我想 不用这个 五月天在大陆演唱会的 这个例子 我想大家都听得懂 大家都能够接受 对不对 那剩下就是 你要怎么去买 那在这里 我就说 你就轻轻松松布局就好 你不要急 对不对 今天大概差不多 9点09分 我讯息发出去 9点09分 那等于开盘之后 大概五分钟之内就 因为中间还有这个 暂停交易戳合嘛 三分钟暂停嘛 那根本开盘不到五分钟 就准备要拉涨停了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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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可是我讲的东西 你们绝对认同 有没有赚到 各位自己想想看就好 我上个礼拜 必应涨 我也跟各位谈 我说你要注意 他站稳一百块钱之后 他就不是一只掌停板 能够解决的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们就持续看下去嘛 那当然明天会不会震荡 有可能 有可能开高 当冲或隔离冲的 可能又震荡又打下 有可能 可是我还是强调一点 赚钱你领先 你的成本够低 你就不用怕震荡 你的成本够低 你就不用怕震荡 因为 你不是时时刻刻 盯着电脑 一秒钟几十万上下 在那边瞧的 对不对 我们的分析也不是针对那种 你当进 当日进 当日出 算了看这个极短线的 我们不是分析那种的 所以今天 毕竟公告长 你们 宇哥是真的很开心 证明 这个盘势 这个盘势 除了证明我的看法 是对的之外 然后各位也赚钱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市场的的确确 他们有一种氛围 就是 只要有题材 我愿意 做多 而且很积极的 所以 他在这里震荡之后 你看 震荡这段期间 有没有 三支掌停下来 然后进到 这个一级战区 这个震荡区 80到100中间 这个区间 那上到90之后 对不对 那个 那个短冰相间 更是激烈 今天直接跟你 公告长听吧 会有几支 我不知道 我们不预设立场 同样就跟各位讲的 过去绩效 不代表未来 我们要的是未来 所以两件事 第一个 你逼全部人帮我做见证 谢谢大家 一马当心 公告长听板 第二个 我要邀请大家 来见证 上礼拜跟各位讲 我说二字头 记不记得 我说2376G加 有没有 我讲什么 上涨一段 这辆压缩整理 再上去 200多块钱的股票 时间把它拉到 最近这一个区间来讲 我说它在这里 就是形成一个盘整 下面 跳空缺口 上面高点 这个地方很简单 你就这个地方抓过来 那当它突破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 会震荡 或直接会上去 都有可能 可是你只要买在这个地方 你不用等它突破 你等它突破之后 你这个到底要买还是卖 是不是 所以你要买 还没有突破在这个地方 上礼拜跟各位讲 记家 你要注意 二字头的 我但是是200多块钱 那么这档股票也是二字头的 但是是二十几块钱 有没有 来 今天这档股票 来看一下 9点28分 9点半不到 你收到的讯息 恭喜二字头显卡 硬带 攻上厂定板锁住 开心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不是今天去跟人家追的 我们是在前面 在这里 默默的布局 2399的硬态 二字头 今天 一样 既避孕之后 第二只穿云舰 再度往上 再射出一只挡 开心 对不对 在这个震荡区间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当然也有些震荡的股票 像这个金城 有没有 一个跳空上去 涨停板 我今天在讲 我说 这个金城 今天出现这个震荡 开盘直接开114 直接给你往上冲 最高冲到116.5 一度达到破100 99.6 这个震荡幅度很夸张 金城它是一个很稳当的公司 它是一个很 中大型的 而且是老牌很知优的公司 但是股价 在这种氛围下面 还可以这么大幅度的震荡 代表市场上面 这种当天的 或是极短线的 投机气氛 是非常非常的浓烈 那当然找盘 你如果去追的话 那真的是令人怎么样 觉得受不了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跟各位讲 股票你短线一追高 那个震荡 像今天金城上下一震荡 差超过 接近一个涨停板 接近10% 对不起 超过10% 今天来回差了16块钱 超过10% 12% 12%都有了 真的震荡幅度很大 那你假设啦 假设你在这里没有出的 下来你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嘛 赚4块4 配5块钱 短线上震荡 在所难免 上礼拜我就预告了 我说八个字 记不记得 高档震荡 在所难免 所以 你在这里 打下来 我觉得 不必太过担心啦 不必太过担心 来 那另外的话 这个股票也是这样 环部电高 三阳也是环部电高 慢慢电高 今天再撞高 旺系 也是一样 这个都是 属于非常机忧的 赚12块8毛9 配7块钱 第一届也赚 超过2块5 2块8的样子 赚超过 数字也是相当漂亮 本益比 这个 13倍多 不到13倍 不到13倍 本益比的一个股票 那当然是一个好公司 4968利基 这个也是 博通概念股 我说博通会创新高 有它的 道理 所以我们 持续看下去 利基我觉得在这里 相对的低档 它从600多块钱 跌下来 以上 这个我们 之前也出掉了 但是有机会再接回来 宏海集团的 电动车机构建 上礼拜创新高 那今天 这个礼拜 会在这地方开始 稍微 做个震荡 那今天其实最重要就是 AI或 挥达 有些股票 大家都知道了 我自己整理出来的 所谓 挥达概念股 大概超过50档 那我浓缩浓缩 我发现这档股票 竟然是 我第一次在做 分析 在做研究的时候 竟然是我的漏网之鱼 这档是 隐藏版的 挥达概念股 我敢讲了 连正统的分析师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这档股票 竟然是跟挥达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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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确确 挥达有 用他们家的 一个系统 我只能讲这个地方 这是确定的事情 它不仅是 隐藏版的挥达 而且 它是 真真实实的 挥达概念股 有的可能 八竿子打不着的 那个我们就 不管它 这档股票 的的确确 有跟挥达合作 这个我确认的事情 那我也告诉 我的客户 这档股票 为什么工厂涨 停满锁住 因为它是一档 隐藏版的 挥达概念股 大家都不知道 起码 很多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就像硬太一样 对不对 当时我跟各位讲 这个二字头的股票 买完之后 涨停满 轻轻松松的 开心 谢谢大家 突破了 对不对 那B印也是一样 这个老朋友 哇 一马当先 攻上涨停满锁住 谢谢大家 带着你赚钱 轻轻松松的 是我的责任 好不好 那 想跟上我们这一波 轻轻松松操作的 我说这档股票 你不能错过 打电话给你的服务人员 跟上我们下一波 涨停板的 进场行列 祝各位天天都有 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